警铃响起飞行员马上着装 迅速跑到停机坪 两架F-16V准备起飞 F-16V虽然外观与F-16相同 但雷达电子仪表设备都有更新 而搭配的最新款响尾蛇飞弹 让它的战力大大提升 M9X飞弹 它是一种离轴的追踪热源的飞弹 那是目前美军最新款的一种追踪飞弹 那它所谓刚刚介绍过的 它的巡标的角度可以到达90度 那也就是说我可以看到 我左右90度目标 F-16V Black 20是台湾原机升级的战斗机 但由于台湾其他机种退役问题 战力短缺需要引进更多F-16V 空军展现保佳卫国的决心 除了有142架与升级版的F-16V之外 还将向美国购买66架F-16V原装版 而当第一海拔飞行任务结束 避免机身袖石 一定要进行飞机清洗 为了精简人力 加以空军基地建设全台首座飞机清洗站 F-16V以最慢速度滑行穿越类隧道试水雾 就能完成清洗 全台唯一一座比照美军空军基地建立的清洗站 让以往S拐东西需要两个小时的清洗时间 现在只需要五分钟 难以清洗的悬液机也能够快速清洗 保卫台湾领空 我国空军春节不休息 要让国人能够安心过年 华语新闻林志鹏黄韻成嘉义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